我们继续来完成打击蝙蝠的第二段 注意看这三只蝙蝠 它们挥动翅膀的时间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样跑起来就不太自然了 好像三只蝙蝠是讲好一起飞的 我们可以改变它挥动这个翅膀的时间 我们在蝙蝠1这里 把这个复制 它在两个造型之间的变换 一个0.3秒另外一个就把它改成0.4秒 这样它的顺序就跟人家不一样 你现在可以很明显看到蝙蝠23是一样的 1已经跟它区隔开了 蝙蝠2也是一样把它复制 这一次我们让它0.5秒 再换下一个造型 同样的蝙蝠3也来 变成0.4秒 对0.3秒 这样一RUN三只蝙蝠跑起来的 正幅就感觉不一样了 这个问题解决了 三只蝙蝠都打完的时候 游戏要停止 我还需要一个总变数 我们叫做蝙蝠数目 我们在枪支这边先给它归0 一开始律起点下 蝙蝠数量先设为0 在蝙蝠1这里 当生命值等于0表示一只蝙蝠死亡 我们把蝙蝠的数量 减1 然后我要做一个判断 这个蝙蝠是不是三只都打完了 如果蝙蝠的数量已经等于0 这表示蝙蝠都死光了 那就要换背景 宣布城市停止 舞台背景这边只有一个背景 我们给它增加一个复制 名称叫做结束 end 转换成向量图 在上面打上end 向量图的好处就是图很容易把字放大 这结束的时候我要换成这个画面 回到蝙蝠的程式 如果蝙蝠数量变0 那就把背景换成end 那舞台程式区这边就要改咯 逆其一点 它必须先用原来的背景 不然的话一开始就变end了 好回到蝙蝠1这边来 蝙蝠数量等于0 背景换成end 然后程式就停止运作 那三只蝙蝠都要这一个 我就必须复制给第二个蝙蝠 复制给第三个蝙蝠 那要放在哪里呢 当生命值等于0 它播放我要死了 在隐藏之后插在这里就可以了 好 同样的蝙蝠2 我们也把这一段插进去 插在隐藏这下面 蝙蝠3也要做一次 好 这样 来玩玩看 绿其一点 好 蝙蝠数量是0 我一开始蝙蝠数量如果设0的话 那么死掉一只就应该要加1 这写法不同 但是刚才我已经把它改成 打死一只 数量是减1 所以我起始值就应该设成3 我把这个改成3 这样子才会符合我的要求 绿其一点 从3开始 好 先打死这一只 打死一只数量变2 三只都打死的时候 结束画面 好 请同学做这个练习